韩信出世欲名诗啊 你看 本来韩信啊 在困难之中 几乎连顿饭都要混不上了 碰上了这么一位老先生 教了他十二年 使得韩信是能文能武 最后老先生告诉他 我已经没法再教你了 把我所会所学 全都传授给你了 现在呢 我要走了离开这个地方 韩信这么一听 哭了 和老师有了深厚的感情 因为他没有亲人了 把老师呢 看作是自己的亲人 今日分手 不知何年月日再见 学了这么多年 也不知道老师尊姓大名 老先生才告诉他 我叫魏辽啊 韩信呢 他在坐在地上 怎么了 跟老师啊 学这个军事著作啊 兵书战策啊 有好多篇章 有好多篇章 是魏辽先生 作的 也就是说这些书啊 是魏辽写的 这个名字太熟悉了 感情 哦 教我的这位老师 就是秦国 赫赫有名的 大军事家 魏辽啊 哎呦 自己觉得太幸福了 二次下跪 魏辽先生把他搀扶起来 不必多礼了 你我也算是很有缘啊 嗯 我从此路过 听见你 和朴木老人 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看你这个人 是很有志向 将来啊 能这个为国出力 所以我才把我这点儿所学 传授于你 呃 这么着吧 我给你一件纪念品 想起为师的时候 不妨你就看看 老先生说了 尤打了一下 摘起来一口宝剑 尽名清霜啊 就把这口剑 是送给了韩县 赶紧跪着那 把剑接过来 他真舍不得叫老师走 但是 怎么能挽留呢 留下老师 又能把他老人家 让到哪里去呢 我现在两个安身之处 都没有啊 啊 他觉得自己太了不起了 能拜这么一位名师啊 常言说的好 名师出高徒啊 为了那还了得 这位大军师家 写过很多论著 功成名就之后 急流勇退 此官不做了 朗计天阳 晚没想到 能遇生这位名师啊 自己要送老师一程 送出去好远哦 为了先生一看 别送了 你再怎么送我也得走啊 你要好好的刻苦用功 以后啊 遇到了这个 民主 你可以出事辅佐于他 到那时 你就 大致 得身了 说完这句话 老先生走了 韩信是目搜一程 这才 往回走 鱼也不掉了 回家吧 现在还寄居在 那个庭长家里呢 哎 走着街上 韩信一边溜子 一边想着心事 老师教过我 这么多本领 同时呢 看我很有出息 哎 临别赠言 告诉我 一定要 要看准时机 出事辅佐民主 我就能打至得数 上到国家下 安离数 韩信 越想越美 走着走着 咚的一下 和人撞上了 登登登 把韩信 撞得倒退好几步 普通一下 坐地上 他举目子 一看 跟他走了个对面 创伐这人呢 年纪也就在 三十上下 这家伙 横眉立目 趁着脖子 瞪着眼睛 歪布林航 往那一站 俩手掐着腰 瞪了韩信一眼 他把韩信给创造了 一句客气话没有 他还活了 你怎么往人上走啊 啊 学好了 你那眼睛 长到哪儿去了 是长得天灵盖上了 是怎么着 你怎么不瞧着点 韩信站起来 糊涂糊涂深深的土 真想跟他大吵一顿 我没看见 碰着你一下 没碰着你 我撞了个跟头 你就走过去就算了呗 干嘛这么横啊 自己下意识的 手艺服那一下的配件 这人这么一瞧 干嘛干嘛 啊 叫拉宝剑呢 啊 我见过那玩意儿 不是两边试任吗 韩信一听 多明白啊 可不是两边试任吗 要不能叫宝剑吧 你想要把这剑拉出来 跟我较量较量 我没那个意思 行了 方才我没看见 啊 对不住 你走吧 这人听什么 对不住就完了 哪有那么便宜的事 你把我撞叉叉气了 你知道吗 啊 韩信心说 这人太不讲理了 两个人这一口脚 好多路人就围过来 有些人看得很清楚 这大哥子 把韩信给创倒了 过来几个人 一边看着这热闹 一边就有点气不公 算了算了 这玩意儿走的街上 保不齐谁碰谁一下 灯铁踩袜子的 干嘛呀 那么大火气啊 啊 要是自个儿有本事的话 做那八台大校 没人碰你 谁碰得着 前呼后拥 是啊 做龙居凤年也行啊 可话又说回来了 那坟地里有那风水 那龙居凤年 谁都能做吗 说什么的都有 这大哥子 不搭理这些人 就跟韩信过不去 你说怎么办吧 你把我创了 韩信真想 把宝剑拉出来 给他硬了 同时也想啊 跟他较量较量 啊 我跟我老师 魏辽先生学了十多年 你以为我是吃干饭的 就会叫那几条小鱼啊 然后换俩烧饼吃 我有本事 韩信转店一想 叫着自己的名字 你这也太无聊了 怎么喝这么个地赖 这么个恶寿 吵什么呀 常言说的好啊 新换上的鞋 那不能往牛饭上踩啊 我这不是没事找事吗 好了好了 我给你赔不是不行吗 不行 他不让他过去 告诉韩信 你要是想过去 这事想了着也行 哎 我有仨主意 随你挑 哼 这书就看弱点 人是越去越多呀 韩信一听 哦 感觉还有条款呢 什么条款 你说说我听听 第一呀 你得认罚 跪倒给我磕头 赔情道歉 然后你还得把那宝剑 送给我 韩信一听 把眼睛瞪起来 请说什么 把宝剑送给你 这是我老师送给我的纪念品 我把什么都送人 这也不能送啊 那我对得喜欢老师吗 请问 这第二呢 第二还是你带着这配件 看来这不是把样子的 你把这件拉出来 把我逮了 我跟你远无冤 尽无仇 宅你干嘛呀 你不杀了我 我不让你过去 那么就第三呢 第三呢 看见没有 这大个的恶哨 说着夸 把腿岔开了 你呀 就从我这个 当里边 钻过去 就游打在地上 一点一点 爬 随后 我这个当里 爬过去 这样就算完了 这三条 你选哪条 哎呀 把韩信给气 心说这也太欺负人了 第一点给你磕头 赔情 还得把宝剑给你 第二 称出宝剑 把你宰了 第三 我得到地上爬着 有你那个当里头 钻过去 哎呀 欺男子大丈夫 这也太难堪了 怎么办呢 当着这么些人 看热闹都不让 大伙七个八折呀 我说这家伙 有点太欺负人了 看人家软弱 也是这么着 有这么不讲理的吗 动手 大伙动手 这大哥呢 也不搭枪 他知道 怕犯重怒 要跟这些 看热闹的一过话 他就要吃亏 过来几个愣小伙子 瞠着他那会儿 说不定啊 就揣着他一顿 他呢 目不斜视 就瞅着韩信 看来啊 他是盯上这韩信了 可能是跟他找茬 韩信 看着他 看这大个子 扶着扶了一些的配件 你给我抽出箭的把你宰了就得了 哎呀 转天想不行 这可是一条人命啊 啊 我可真对着习惯老师啊 学了这么些年本事 一点还没往外露呢 我先吃了官司了 啊 这让我老师知道该多伤心呢 再说 这把剑是我恩师赐给我的 说不定 这是一口世界奇珍异宝 千金难买的宝剑呢 不过现在 我还没有认识他 你想想 我老师他和人家佩戴的东西能错得了吗 我就用这口宝剑 摆这么个东西啊 那不把这剑给脏了吗 哎 我也不能跪着磕头 陪什么不是 然后把宝剑送给他呀 韩信想来想去 哎 来了 忍了啊 我呀 哎 我要这第三条 从你这卡巴掌底下钻过去 你看这行不行啊 哈哈 这大哥恶少笑 不行啊 来吧 说着啪啪吧 医生这么一闪 插着两头腿 往这盒这么一站 钻吧 哎呦 看若那一看 我说 这小伙子 你就真从他掌底下钻过去 那你成了什么了 常言说的好啊 大丈夫可杀不可辱啊 小伙子 你比不上大丈夫 你 你也是个小丈夫啊 二十好几的 往这一站一把扳不倒 干嘛 出人当地钻呢 你要多揍他 不跟他玩命 干脆拉他 上官府跟他平礼去 各位乡亲不要吵了 不要吵了 不用 不用了 啊 我呀 钻就钻吧 嘿呦 大伙子 这泻气 这小伙子 没气没拿 你说你也一把扳不倒的大小伙子了 那下还带着把剑 甭说带着剑呢 你就带着把休假道 也得跟他比较比较 也没有他们看 这个 有些人都气不吭了 哎 不生这大哥的气 生韩信的气 有几个卢格管秀 过下大韩姨 旁边想哀 怎么 哪有这么不讲理的 常言说 七强扶弱呀 谁强横 你逗谁呀 谁软弱 你得帮着谁 你怎么还能过去打仗 他把我气一下 你这何必呢 说话这种口 韩信已经趴着地上了 有打那恶哨子 腿底下 钻过去了 哦 惹得好多人 是哄囊大笑 那恶哨哈哈哈哈 仰天长笑一声 他走了 嗨 韩信臊得满脸痛红啊 大街不敢走了 钻小无动 拐弯抹角 回家了 见着那艇长啊 他也没敢说这档子事 也没说呀 教他老师是谁 要过了闲日子 韩信觉得呀 在这待着 太没滋味了 怎么的 有些 在长街 见过韩信 瘦辱胯下的人呢 都耻笑他 韩信一想 我走吧 可是自己凭着 往常速日 卖鱼剩下的 这几个小钱 够路费吗 我上哪儿去呀 天下之大 哪有我韩信 礼教之处呢 把他愁着呀 也不愿意出门 也不去钓鱼去了 我们啥的时候啊 街上人少了 他才出来拽了拽了 这天出来顺着成根 整着溜呢 后边有人叫他 前面是不是韩信呢 韩信回头一看 这人三十几岁 看着很念书 想不起 在哪儿见过呢 先生 听了 别叫我先生 就管我叫一声 许大哥吧 韩信也不知道 从哪儿拎的 那么许大哥 许大哥 您出来散步来了 我说韩信呢 你说你 二十好几了 不找点室友看看 整天就这么在人家庭长家里 这么待着 得尽吗 嗨 我不是不想 因为我 没有什么本事 您说我干点什么好 干点什么 干什么不行 堂堂七尺男儿汉 生于天地两大之间 人家能干的 你就能干 现在你没听说吗 各路英雄纷纷接干起 你不会去投军去吗 是啊 韩信心想 投军倒是一条正路 但是 我老师嘱咐过我 我不出事 则已出事 一定要辅佐民主 正因为现在呀 天下各地呀 接干起义的人很多 这有的是这个王室的人 就是那个六国的贵族 还有的呢 是一些个了不起的英雄好汉 还有的据说是些农民 但是我 我投谁呀 这人看出来 你是不是 想投一个民主啊 正是 嗨 我指个你一条路 你听说过 想量其人吗 这个人就是楚国大元帅 项燕的后盖 他带着他的侄儿项羽 已经打会计那儿起义了 兵进九江现在 天都到了 须一了 舒子两个立了楚怀王 现在天下各路英雄 纷纷投奔 愿再起徽下 听从调前 我说 阿姨 你 也有两下了 到那儿去 怎么不混个一官半职的 不比这强吗 哎 我想去 不瞒许兄民说呀 我囊中发肖啊 什么意思 我没有路费钱 这人为然一笑 由得腰里掏出一定大金来 一定黄金啊 这给你做路费 但愿得 你去投奔这位项元帅 从此是飞黄成大 大展你的鲲鹏之志 哎呦 韩信深手把这金子接过来 他真要给这个人识个大礼 我这怎么感谢 韩信一想 不能失礼 怎么 这一失礼 这个价值就没了 哎 人家是诚心 帮助我 我要是一道谢 那就写没有点小门小会了 没什么意思 我把这个人的恩情一定要牢记心头 您 怎么称呼 我叫许富 我记住 韩信心强 这几件大事我都不能忘 第一啊 那亭长的夫人 说什么也不给我饭吃 要把我从家里撵出来 我得记得 第二 我跟那洗衣服老太太炒过饭 起身瓢母 没有老人家那顿饭呢 说不定我韩信就饿死了 再有就是遇到了明师未聊先生 还有 长鸡受鲁于胯下 今日 在城口里着 这位许富先生赠金 我得地之后 这些事我都不能吧 徐连兄 我谢谢您了 赶快上路吧 韩信把这钱带起来 回到家里 第二天一早 辞别了厅长 说我要去 偷军 厅长挺高兴 老的不小的了 也应该创当创当了 好吧 听你个好消息 到哪去了之后 真正落下脚 给我写封信来 多谢您了 养育之恩 说完了给那厅长 使了个礼 给他老婆使了个礼 随后 带着这随身的小包裹 他就到襄梁这儿来 买以为这次一见 这位襄梁元帅 自己骑马 也得弄个将军 没想到 这项梁瞅着他别扭 瞅韩信长那项 其貌不扬 盯点小个 能有什么本事 你是来混饭吃的吧 就封了他的直脊狼 韩信这窝火 眼下先得找一个地方住下来 在城里租了这么一间小墓 晚不少 韩信瞅着那顶黄金 他犯河的 一路上都没舍得 把金子破开花了 为了纪念这个行事 想着这个人 特别得给金子留下来 现在人家 帮了我这么大的大忙 给了我钱 让我来投民主 没想到碰成了这么个项梁 这人他什么也不是啊 一见面就把我给轰出去 我现在要是回去的话 我也对不起 这位许富 赠金之勤啊 看看我 想想当年的阉人蔡泽 想蔡泽干嘛 蔡泽呀 也是困住了 在走投无路的时候 碰上一人 此人姓唐明举呀 给了他一定金子 使得蔡泽呢 膝下咸仰 游说秦国的丞相范随 一番话 说的这位范随丞相 是共手让位 蔡泽说犯随 说当年 商阳是秦孝公 进宫无私 并阀已至国中 唯秦 拓地千里 吴起 智楚岛王 废贵气 一样战事 南平无约 北阙三进 大夫文忠 是阅王 转弱为强 并吞强武 为其军报会计之愿 但是 这三位结果怎么样呢 他们是 攻城 而深不得其死啊 上阳的结果是 五牛分尸 吴起 被乱剑 存身而死 文荣 被迫自晚了 说你犯随 要是再这么盖下去 你也不会有什么好收缘 现在你真要是个聪明人的话 你已经 把自己的仇也报了 风气印子了 家里边有万贯家私 甚至于是敌国之父 你不能太贪了 如果 你要是没完没了 人心不足 舌吞相 一个劲的摊下去 你早晚得倒霉 说的犯随啊 是点头称事 然后 在秦王的面前 极力推荐这位蔡泽先生 自己啊 引退了 你看看人家蔡泽 也没白拿 这堂举一定金子 您再瞧瞧我 也是拿人一定黄金 到这儿 弄个直起狼 哎 韩心怎么能不窝囊 找了个酒 葫芦 弄了一葫芦酒 喝闷酒 得了 韩心 没有多点酒量 控着个肚子 现在不痛 喝几口就醉了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 挺光光 有人敲门 谁啊 哎呀 我说韩心 你快起来 元帅 升战了 你是知己 难关 你不那儿 站着去 那当家出个窟窿 怎么算呢 我奉中军之命 来教你 哼 要不是我家军士 在中军跟前 说了两句话 你等着吧你 起码 是一百军棍 打贪了你 我马上就去 韩心收拾收拾赶忙 跑来了 到帅府 哎 找到他那赶大敌 两个手这么一抱 往那儿一站 那中军棍狠狠瞪了他一眼 韩心已经来晚了 他头眼往帐里 这么一看 和文官武将 才一列两旁 看那些位文官的 一个个鹅官伯代 累下配件 武将各个是盔甲鲜明 大仗正宗 三仗帅滥 正当中坐的就是 大元帅向良 上锤手 是副元帅 送命 下锤手呢 军师范增 韩心一看 这么大的气派 这怎么回事啊 有什么举动吗 他不明白 那就规不规矩 在这儿给人站着吧 只听杖里边 传出令来了 啊 让请兵之人 近见 话言未了 只见由外面大秀迎风 走来一人 此人 几步走进大仗 往这儿这么一站 哎呦 可了不得了 怎么了 帐内帐外 上纸元帅下的君足 无不惊叹 看这位 人才出众 一表堂堂 此为上前十里 陈平 拜见元帅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